温度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温度、湿度 怎么样对我们人类可能是最舒服的这种环境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我们有种植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理解一下 在植物在生长的时候的温度跟湿度 怎么样进行会种植比较好的植物 或者是这个水果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 温度的这些基本的概念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们这个Node N7是怎么去读取 我们这边有DH11跟DH12的这个镜片 怎么去读取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所以我们这一章要介绍就是 温度感受器的相关知识跟其应用 其实温度用途真的还蛮广 大家不知道 那接下来是有用途之后呢 那我们怎么去读取温度的湿度呢 所以要利用某些API 其实我们有用过就是拉一个block过来 然后它里面跟支援 一个叫one-wide protocol one-wide protocol 我在这边可能没有时间讲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读一下那个one-wide protocol 一条线那就可以去做读取资料 可以写入资料这个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用这个Node N7 加上这个温湿度感受器 来写成识然后读取吧 那我们也可以做温湿 然后也可以做智慧防灾 这些利用 我们带来看我们的例子 所以 检验自己有没有了解 温湿度的这个原理跟特色 然后检验你自己可不可以使用这个 DHT 这个Data-wide的这个API 去把温湿度跟湿度的资料 读取出来 那我们今天还会特别来做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读取不出来 那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们会不会做温室 我们不会做智慧防灾 这些应用 那我们看一下温湿度感受器的应用 比如说在居家里面 我们冷暖气息其实就需要温度 就温度多少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就觉得太冷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冷气打开 或者是温度高了多少度的时候 我们觉得太冷了 所以就要把那个冷气打开 烤箱也是 就烤箱 比较好的烤箱里面 我可以知道说 我烤这个鱼是几度 我烤龙虾是几度 我要烤这个cheese 或者是烤这个turpe 那个火鸡 到底是要烤几度 所以其实是可以知道 这个你可以设定 然后到了那个温度的时候 它直接会停止 那其实有一种叫 电子料理的温度器 有些是用红外线打进去 然后反射出来 里面温度有多少的 有些是真的可以插在 这个食物上面的这种 这个温度 温度计在 还有湿度的话 可能会有些除湿机 然后湿度里面 可能会有这个 因为防草箱里面 就会有熟失的功能 然后了解它 事物有多少 那还有就是 家里用的这个温度计 这样子就是家里用的这个 你小朋友没有这个发烧 那医疗用的就概想的 这个医疗用的这个温度计 可能嘴巴寒的 或者是放在衣窩底下来 那现在大概差不多是用口温枪 对 那这边的尿布 我可以侦测你的这个 这个尿布呢 有没有死掉 还有就是这个海关 这个你进到 我们台湾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这个 红外线的 这种温湿度的感受器 会照上你的头上 然后就会读取你身上的头部 然后呈现在 在这个海关的那个荧幕上面 如果过热的时候 它就会挤你过去 就是看你有没有生病 要不要合理 然后在食物方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冷藏的车子 你就是要再送大加鞋 那这时候你必须要留 湿度的这个冷 这个大加鞋才不会死 然后你车子里面 如果没有温度的话 夏天开车 可以到这个五六十度左右 里面的温度 会热死人 还有我们博物馆里面的一些 文物 或者我们博物馆里面的一些 这个 档案 这些都是必须要用 了解说 温度跟湿度在多少的时候 这些国防级的东西 想不会被腐蚀掉 浓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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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温度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 有一个同学他们家 博物馆在博物馆里面的烤肉干 那他想要做一个 智慧的烤肉干的机器 然后就说他们自己烤 常常会把这个 这个肉干的烤焦 烤焦又卖出去了 不要用剪刀去剪 但是剪刀去剪也不好看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做一个 智慧的烤肉干机 不会把这个肉 这个肉干烤焦 但是 这个 这个又吃起来就很好吃 好 那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温度呢 其实温度就是代表 这个我们的物体 它表面的时候 它的这些冷跟热的 这些物理量这样子 那冷跟热 热是怎么又产生的呢 其实你去围观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这些分子 它会一直震动 震动就会产生这个热焦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震动比较小了 这震动就比较大了 所以在表面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热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去 透过间接的方式来量测 所以刚才讲说 这个就是它的分子带运动 那表现出来就是感觉到 是一种热或者是冷这样子 所以温度基本上是 是只能透过物体 所以温度变化的某一些特性 来间接测量 就你没有办法直接知道它是什么度数 所以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做间接的测量 那什么叫间接的测量 比如说有些液体 那个液体呢 它在热跟冷的时候 它可能热到冷桌 或者是有些是变土 在热的时候变土是这样子 冷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变土 所以用各种不同的物理量 来做间接的测量 这样子 所以其实温度的增测 是不是很重要 那既然增测的话就有标准 就是物体温度的这个素质的这个指标 我们就叫温度的这个标准 它叫温标这样 那我们台湾就是用摄氏嘛 在美国就是用巴西嘛 那在很多这个化学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有所谓的绝对目标 也就是说这个P 这个方程绝对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的实用目标是K 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方式 那我们当然人类呢 用到的就是度C跟度F 那其实温度对这个因素 这个或者是空气的密度 这个主抗呢 都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影响 所以比如说温度越高的时候 那它的速度 这个温度不一样的时候呢 那个速度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个是 你说这个温度越高的时候 然后它的这个因素呢 是比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时候呢 速度更快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如果说透过这个声音的这个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大概换算出来的这个 表面的温度呢 很纠缩 另外也可以透过所谓的空气密度 跟热的时候传送的这个 这个阻抗也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在冷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 阻觉的能力比较强 阻抗比较高 那比较热的时候呢 声音阻挡的这个程度就比较低 所以这个阻抗也比较小 这样 所以透过这些物理量呢 我们就可以去间接的测量温度 那最高的温度是什么度呢 就叫普朗克温度 那最低的温度呢 就是大家讲说的绝对零度 所以普朗克温度跟这个绝对零度 就是我们的最上限跟最下限 那什么是普朗克温度呢 普朗克温度 其实也没有人真正去测过 那时候宇宙道爆炸的时候呢 第一顺圈产生的温度 就可以是最高的 这是人类 这个有史以来最高的 就是普朗克温度 7.4乘以10的32次方度 这样 这是宇宙爆炸的时候 那时候所测量 可以测量到的这个温度 那这个当然是推算的 这不是真正我们有任何方法去量测 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量度的这个契机能力去量 那你可以量也抓不到时间 那另外这个绝对零度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粒子已经不运动了 这个粒子呢 我们刚才讲说所谓的温度就是 这个一个物品 它的分子呢 它是会所谓的这个 这个碰撞 或者是会有一些 这个 像这个市场会有一些抖动 然后 因为这个抖动 应该选择摩擦深热 然后产生了这个热量这样 那么当我们绝对零度的时候呢 这些粒子呢 已经没有能量 就是粒子的动能低到 量子力学的最低点的时候 那么这些分子就不运动 那不运动的时候呢 就是要绝对零度 那绝对零度 那绝对零度测出来 大概是负的2 就是要算出来 是负的2C3.15 不然希望说 这个温度其实也测不出来 就是东西不动的 你怎么测得出来 它的指是多少呢 所以呢 其实这个也是推估出来的 这样子 那太阳的这个表面呢 可以到5000多度 那太阳的这个核心里面 放上来是OK 这里面是有 这个1600万度 这样子 那我们地球 有没有超过5000多度的地方 你们认为有吗 有没有 好像看起来是没有 对不对 那实际上是有的 我们人类呢 去做这个 这个片子的撞击呢 在那个瞬间 其实可以展示非常高的 这个温度 所以这边就是讲 地表它最有的地方 大概是-90度左右 最热的话 可以到70几度 那我们人类在欧洲 有做一个圣 这样的一个原始撞击机 当这个子子 跟这个核 碰撞的时候 可以到达10万亿度 所以是原地 可以高于这个什么 太阳的温度 它因为是被 被包含在一个设备里面 而且它的这个能量 虽然是碰撞这么高 但是 这个时间很短暂 所以它产生的能量 不会把这个 这个东西把它烧掉 这个电子撞击机 把它烧掉 这样 所以虽然说胰撞这么高 但是时间非常短 那接下来就看一下 那我们测量这个温度 那我们小时候都有哪一个 这个水银 水银的这个 然后盘在你嘴巴 很小很小的时候 盘到嘴巴里面 那或者放到异波里面 对不对 找到直接插缸 就直接插缸 所以 听不到插缸 这些事情 没有 没有听过这些事情 就代表很年轻 很早很早 这样子 那 虽然我们是用膨胀 这个水银绿热 它会膨胀 那就可以测到它在细度 这样子 那水银呢 能够测的温度 大概是-30到-300左右 这样子 那酒精也是可以 酒精也是会 这个能力膨胀的 它的测量的 只是-115到-100左右 那除了这个是 那除了这个是 有点像是化学的 这个热胀冷桌原理之外 你还以为用电学可以去测 那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 这个 温度变化的时候 这个电阻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有这个特性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内插缸 先量测一个 然后其他用内插缸 再把它算出来 那这个电阻 这个就是可以 就是用在大于 这个低于600度的时候 可以用到 用这个地方 那有一种叫 热电孔的温度计 也是利用这种电子的原理 那当然可以测到 比赛高度以下 那还有 等下半导体热能电孔的 这个 这个用这个 半导体的方式 去做这个温度计 另外就是可以用磁 磁的方式 就是检查磁场的方式 来了解这个 这个温度的高低 那这个磁血的测温器 就是震测磁场 然后来推算出 这个磁是多少 那这个磁场 用在这个超低温 就是在1K 就是1K以下的 就是很冷的那个时候 就是它的这个温度 就只能用感应词 去做测测 还有就是用声速 声音的速度 我们在那时候也看到 所以温度的时候 温度会改变 这个声音的阻抗 所以利用声音的这个 传播的速度 就可以推算出 这个温度是几度 另外就是这个频率的 我们用频率的去测这个 这个温度 这个总测我也不太清楚 另外还有什么 红外线就是比较常用 现在很多都是用这个 我相信也是红外线 或者是我们看 你看海关的那个 射通红外线 然后看你的皮肤 反射回来的这个质是怎么样 另外这个有一个叫 邪力列温度器 这个怎么用 我也不清楚 那是用密度的方式 去做测测 那讲完温度的时候 我们来看湿度 那湿度当然就是 空气 我在空气里面 到底多干燥 就是说 很干燥的话 其实我们也身体不舒服 而且很容易就是触电 就是说你身体 会带一些电荷 那如果说你很干燥的时候 你电荷可能就抬不出去 那当你碰到你的 比如说是门锁的时候 瞬间就把你的这个电 传到那个 你的这个门锁的这个门法里面 你就想说水的电到一样 所以湿度呢 是指这个空气中 这个空气水的暗量 你这个好像被挡到 是不是 这个湿度 那我看一下 这个湿气上的里面呢 空气的这个湿度 那空气的湿度 那空气的湿度代表说 空气中 我们有一些水蒸气的含量 那这个 如果是液态 就是它的是液态的 这个空气的话 那么就不会算 不会算水蒸气 不过固态的 这个水 或者是冰 都不算是在 空气中的湿度 这样子 那如果完全没有含这个 这个水蒸气的空气呢 就叫干空气 那这个湿度的 这个渡量呢 也是有很多种 有一种就是 绝对湿度 我们是比较常见 绝对湿度跟相对湿度 比湿路点还有蒸气一样 那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用绝对湿度 跟相对湿度 那相对湿度 是在人 这湿度是45到55的时候呢 这个你的身体感觉 是最舒服的 如果湿度太高的话 当然就是风湿病 这个会痛 如果湿度 这个不够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很干 然后常常会触电 这个就是湿度的问题 那湿度的测量 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用比如电容啊 或者电阻啊 或者电阻啊 或者是热湿 这种方式来做这样 而电容的这种就是像我们 DHD22 下面这是DHD1 它里面的 使用电容的方式 来做测湿度的动作这样 所以它大概有一些精准度 而且它的相对湿度的测量范围 只有0%到95% 这太干 或者是很干或很湿的 那其实都是蛇不错的 那其他的就参考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 你们拿到的这个是 这种DHD22 这个一颗大概100多块钱 相对于这个一颗大概5块钱 所以这一颗还蛮贵 就是你们看到的 这个板子上面有一颗白白的 这个是像DHD22 那这个DHD22 这颗里面是有一些电路的 所以启动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较准 就是 这个Metro 你的做温湿度的量阵 它是正确的 它本身呢 这个是一个高精准度的温湿度 这个副主就是代表的温湿度 它都可以测 那相对应这个 这个虽然可以测 但是这个精准度呢 都是延续你们这颗 这个DHD22的反射器 那它都是用在什么呢 用在这个做 这个资料的产级 温湿度的产级 这个进行 所以温湿度 传感的这个技术 那确保 这个设备呢 确保它有一个 非常很靠的 读取温湿度的这个资料 还有非常冷定 那它的方式呢 测温度的时候 是用电阻式的 湿度的时候 是用电容的方式 去做测试的 那它里面有一颗 8B的CPU 可以随时 来校准这个里面的这个晶片 那我们的设备呢 是透过一个叫one-wide的界面 把它连接起来 那它本身提供 所以one-wide 我们叫one-wide protocol 或one-wide interface 或one-wide protocol 所以one-wide protocol 它本身是支援双向 也可以支援就是 这个是单向的这个传递 那这one-wide protocol呢 是Dollars Semiconductor 它们的一个技术 所以里面只要一条线 就可以了 这样 那提供长距 还有就是 这个当然就是说 你的这个data rate 还算不需要很大的 那个应用就可以了 这个信号呢 可以传输距离也很长的 就是20米 都可以精准的送到 那当然湿度 就是比如说是这个 温湿度就是空调啊 除湿机啊 测湿啊 测湿啊 这些都可以跟 温湿度感染关系 还有一些消费品 就是 汽车 自动控制啊 这些都可以用在这个 温湿度的感测器里面 那我们稍微比较一下 这个是DHT11 很便宜 大概5、6块吧 那这个呢 大概180 所以这个价格是差很多的 那 哎呦 这个没有180 175 这是30 所以这个没有那么便宜 那湿度的测量 精准度只有20到90 相对湿度 那这一颗呢 就可以 这个就是0到100% 这个测量距离就比较精准一些 第二就是误差 这个误差是5% 这个误差是2% 所以这个精准度来讲 大概是22比较好 那测量的温度範围是0到50 这是负氏池到正84 所以能够测的这个温度啊 这个范围呢 也是温湿度的范围也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的是 就是这个温度的这个精准度 就是它正负2度C 那这个DHK22的话 是正负0.5度 所以它是比较精准的 那测量时间就是这个要1分钟 那这个至少要2分钟 比较能够测出精准的质量 然后回应的时间 就回应的时间 这个大概要5秒钟左右 那这个DHK22的话 湿度要5秒 湿度要10秒 然后温度要5秒 所以也不是说不能长测 就是说它的反应时间 就要这么长 那我们怎么去读取它呢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里面有用过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说 怎么去读 现在开始要教同学读那个API 读API 那我们就可以跑到这个网路上面 比如说我就找Node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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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能用这个 然后我也只能用这个 然后我也只能用这个 我们的输入 我们现在开始要教同学 怎么去引用自己自修 NodeMCU 然后API 就是说我们其实那个block 可能就是把API 把它藏在block里面 可是如果说 我们这个block没有资源 那么你可不可以 用写程式的方式去做呢 当然可以 所以你就是直接去看API 然后就把那个程式码 把它兜出来 那就可以了 就在那个 Explorer的这个 IP工具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就是NodeMCU的API 原文版 也有中文版 但中文版好像很久没有update 所以 资料可能就比较旧一些 好 这个就进到 这个 它的这个Document 那Document里面 它又叫说 我其实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了 是在 NodeMCU MCU3的Document.io里面 所以点选这个 好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当然就要从头开始谷 NodeMCU是什么 然后 这个是 它的Documentation的说明 这样 所以等于是 其实这边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看的 那我们要看的 其实是从这个Module开始 前面当然还有描述这个 比如说 这边就有描述 这边就是描述这个 这个 NodeMCU有关的意思 比如说 NodeMCU 它是配上 这个Elu Elu Elu就是一个Skrip Language 然后它是 这个东西是见证在我们 这个设备里面 ESB32里面 然后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Model 就是 怎么去使用 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直接读 直接用 直接用的 直接用的 这种做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温湿度的感测器 在这边怎么去看 所以首先呢 我们会到Module里面去看 那这个ADC 其实我们都不陌生 我们只有一个 这个ADC的词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ADC呢 我们 这边就有一个人头 一个人头 如果ADC False引力 等于这个 这个可能 把同学会搞混 就是 应该是说 应该是这个就好了 就是说 那我的ADC 点read 点read就可以了 那就会读回 那时候的这个温湿度的 read 这样 这个ADC 就是读一个 温度啊 或者是读 这个 光的资料 等等之类的 好 那这个ADC 所以你这个可能 有用到的都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要看的是DHT DHT 是这个 我们就点进去 好 我们就可以来读一下说 DHT呢 首先就是做DHT的read DHT Read DHT Read 我们就 Read all 开手DHT的Sensor 包含就是 DHT11 21 22 33 44 那我们是DHT22 那要记住 那DHT22的话 我们就直接写Read就可以了 Read all kinds of DHT sensor Except 111 那就是 这个就是你的 那个 號碼 那接下来就可以看这个 第一个是我们要看 常数项 常数项有DHT OK DHT Error 跟DHT Check Sun 那所以我们去诊试看 在哪里 在Sensor里面 那我们使用的是 这一个 讀取温室部的 这个PIN角 看要从哪一个 这个PIN角 去读取 这个数位的资料 那么 这边有DHT的 这个常数项 这个DHT点进去的话 就有这个 确定应该是OK 然后另外就是 它有两个 一个是Arror的Check Sun 一个是Time Out 好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如果是选择Arror Check Sun 的话 就是我这个CPU 或者围处理器 我发一个讯息呢 去读取 那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 温室部的这个纸这样子 那如果说 好 我先把它 都把它弄出来 那如果说它回传呢 其实可能有三种 一种就是没问题 就是 就是 确定 什么叫确定 那就是把那个什么 这个 就是 就是 确定的意思是说 我送一个讯息出去 然后 它 能够很明白的 知道我想它做什么 然后就产生一个回应 这就是确定的意思 那另外 可以检查的是 有没有Time Out 有没有一个叫 Check Sun Error 那我们先看Time Out Time Ou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送一个资料给它 可是呢 时间到了 它还没有任何回应 我们刚才不是有看说 几秒的时候吗 就是温室部 大概DHT的时候呢 你测量间隔要2秒 那DHT1的话 间隔只要1秒就可以了 这样 好 那这个Time Out 就是说 很可能我的温室度感受器 接到PIN-7 可是呢 你读PIN-6 那PIN-6 根本就没有办法 让你读入温室度的资料 这时候就会产生 所谓Time Out的 error 或者说你根本接到一根 没有接任何Sensor的PIN-7 比如说你可能就读D3好了 可是D3呢 没有做任何的接接 OK 那么它就会 就是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的话 时间到了 它就会自己说Time Out 这是第一个有可能的错 那第二个可能错的话 叫Check Some Error 你在操作的环境底下 可能环境有很多磁场 或马达 马达会产生磁场 来干扰你这个数据的阅读 这样 如果说有这种情形的话 那你本来预期说 正常值会有一个Check Some Check Some要跟前面的那个值 是互相吻合的 那所以这个就不是说 你的这个PIN角没有读对 是有读对 但是读出来的资料 是错的 那这个就叫Check Some Error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来试 Time Out Error 那这个是 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OK 然后这个Time Out Error 是做什么 Time Out Error 就是 你去读那根PIN角 第一个就是这个PIN角的 温制度感这些换掉 不然就是 你读这个PIN角 这个PIN角是一个 就是空的设备 就空的东西在那边 所以你去读它也没有用 好 这是Time Out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下 做一下这个东西 好 我们首先 还没有看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常数的部分 那常数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去做读取的时候 它就会有用 所以这边呢 就是做DH3 然后这个PIN PIN这个角 PIN是什么呢 PIN就是看你这个温制度感色器 是接到哪里跟PIN角的 然后它回传 第一个就是Status Status Status就是指针 就刚才讲的这四个 就是这个四个 我这次的读这个湿度 是可以的吗 那就会算OK 那如果说这个 这个有错误 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 这个 你做这个Aero Checking 然后这个CheckSum不对 那代表说你这个环境很少 很複雜 你送个讯息出去 然后对方把资料回传给你 但是因为讯息很複雜 所以你可能资料就错误 那另外就是这个Time Out Time Out就是 但是大部分的情形就是你根本没有接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温室度的感测器 所以它就 一段时间就回传说 没有 没有你的这个资料在里面 好 就是读 读之后 回传到这个Status里面 会用到的 那接下来它就跟你讲说 我们这个Status 可以回传多个值的 其中呢 这个Temperature 温度的值呢 是 温室度的值呢 就直接可以读出来 如果说你有支援时数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有小树点的温室度感测器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什么 这个 石晶位的值 可以放到Temperature 然后小树点后面的值 可以放到Temperature 这个Decimal 这样子 那其他也是一样 这个 这个 湿度 这个是Huming 然后这边呢 也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支持整数的 没有支持十数的话 只支持整数的话 那这个就是整数的小树点以前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小树点里面后面 那这个就是一个范例 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范例 我们看一下这范例 所以首先呢 把PIN5 这个 PIN这个变数呢 设为5 就是 我要使用Q跟PIN角 然后接下来就是 读DST 读DST 读DST里面呢 它是只会产生这个 几个 几个 几个资料 这是固定的 只要做读的时候 就会固定这个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叫 状态 Status 这Status 就是指 那个 这个 这几个值 OK啊 Check out 还是Time out 这个面容 然后接下来Temperature 就是指这个 这个食精卫的Temperature 或者是 这个是 温湿度的感测器的 应该说 温度的感测器的池油 支援食素 所以食素呢 也是在这个Temperature里面表现 那第三个就是隐蔽的地方 读DST 读DST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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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度有多大 那如果说你有支援食素的话 这两个子就没有用 如果你没有支援食素的话 那么这两个子就有用 所以这个代表说温度 小数点以上的 那小数点以下的就是这个 那就把责任就切开了 同理这个也是 如果说你没有支援食素的 这个平台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immunity呢 就是跟这个immunity 然后小数点部分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读取的动作 读取完之后呢 他们就去做检查 然后检查就是这个状态 是不是OK的 如果是OK的话 那么就是印出来 印出来这个温度 湿度的这个质量的质量 这样 那这边其实也是把它印出来 就是这样做一下 那如果不是OK的话 那检查看是不是 check some error 那如果说是 发现是这个check some error的话 那么就必须去这个 这个 这个 check some error 这边就直接印出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是check some error 那应该是给你去 知道为什么 产生check some error 那如果说 我们检查到timeout 那代表说 在我们这段时间里面 它都没有清醒 那我们就只印出一个讯号 来警告它就好 所以print这个DHT 好 那这边就是 讀取的动作 这个是 如果说用11的话 你就直接DHT 然后点 然后点 执行这个 这个瑞士E 这样 那这样的话 就从这根pin找 把UYY VOTOCO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纯实度的资料呢 推下来 但是这个是使用这个 DHT1E的 这个版本 这样 那pin 大概就是你这个 第几根pin找 要放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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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说什么 就 欸 有点讲到 讲到差劲 有点点点 好 应该这个 应该是 拼脚就是 你放的那个位置 那这是吕正的字 那 这一边就是指 你可以读其他的 应该是 这个也不用了 就DHT.3的时候呢 就可以读取 这个 不是DHT11的 我发现你用DHT-2E也不会有错 好 那这就是把这个 讲完 我们就来实做一下 实做一样 先建一个专案 Near一个专案 好 NearR专案之后呢 我们首先当然要印出这些东西 然后呢 大概每一秒 我们有看到它 如果DHT-2E的话 那最好是 每隔两秒去检查一次 能是 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 那其实我们发现 一秒读一次 其实也不会有问题 而且看起来 也都会有变化 这样 好 那就是把这个资料 要印出来 然后 我们要感应 感应就在读 感应器里面 然后做 读曲 温室读感测系 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是放在 预期跟聘展 预期跟聘展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温度 湿度 把它印出来 所以 这就是使用 Temperature等于 然后把Temperature 抓进来 这我们应该开始就要 H等于 然后把这个 前面的题把它抓进来 这样 然后点准一下 程式马路出来 好 所以待会我们 请同学做一下 我看看 是要开始做 还是后面再做 好 差不多我们把这个API 现在做完了 这样 那它可以 就用 你的各种PIN 去读取 这个质量 如果OK 如果不会算贴型 OK的话 那代表这次 读取是正确的结果 如果读取是 ARRROR CHECK SOME 的话 错误是在 这个 CHECK SOME 这一块 那么 代表说 你质量在送的过程当中 已经会掉 那TIME OUT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测 CHECK SOME 很难去尾照 你知道 但是 TIME OUT的话 很简单 就是说 我 我这个 Node的MCU 本来应该接到 那个 灯的 一个读的 这个队长 那我这个 刚才对的不用接 不接的时候 它一样可以读 可是 因为你没有接 没有字 那它就可以做 TOM OUT的工作 这个时间 就可以设定做 TOM OUT的工作 所以通常就是 你不要接 NodeMCU 不接设备 你去读取它 那就读到 TOM OUT TOM OUT好像 只出现 -999 这个词是 我们观察得到的 好 TEMPERATURE 就回传TEMPERATURE 然後 CUMINITY 就是回传 十多的词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该讲说 你如果没有支援 就是有 你的这个 风味 有支援 FROADING HOME 的这个表现方式 那么就会用 这两个词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是只有 风味只有整数和风味 那就是没有时数 没有时数 就只好就是把 这个小数点前面的 放在这个TEMPERATURE 里面 小数点后面的 放到这个TEMPERATURE 的DECIMO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去把它 这个 编辑起来 这样子 好 那接法 其实是 你们应该是不用接 可是如果说 你们自己有买模组的话 那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DHT22的加 就接到它的 本的高定位 DHT22的简呢 就接到FROADING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有读取了 所以这个SENSOR 会做OUTPUT的动作 然后把它放到 这个 就是 就是 它这个纸呢 就会把它放在 这个DHT22所 所关联的 这些暂存器里面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选定 某个接脚的纸 把它读进来 好 那这个就是 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你面对你的话 这个是VCC 然后这个呢 是DATA 这边有DATA 然后接下来 这个没有连 3没有用 4的话 是GROUND 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 稍微摆开 然后去连接到 这个面包管的上面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要做什么 好 那我们这个 水瓶工具就不做了 然后 我们就直接要算写 LUAH的程式 那所以 我们 我们 我们现在可能手按不住了 我们以前是 这个是一个模组 所以我们可以握在手上 这样子 然后手握住的时候 当然就是比较热 就 所以这个温度应该会维生 那你对它吹气 吹气的时候 你去看它室度的改变 就会比较快 那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先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加上 土壤湿度的改变 我们怎么样去同时量测 土壤的湿度 而且也量测到 这个什么 这个 温度跟湿度 所以温度 就空气的温度跟湿度 跟土壤的湿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读出来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呈现说当时的温度 当时的湿度 空气 然后接下来土壤的湿度 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可以推算出 这个植物在什么时候是 的湿度最好 这个是第一个 加入温湿度感受器 然后去调整 然后看怎么样 同时去读到这个温度 湿度 还有就是这个 土壤湿度的湿度 那你也可以加上一个 枫棉器 然后当这个快缺水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出鼻的一声 来做警告这样子 好 这就是 上次我们大概有做这个 你现在再加上这个 然后把它整合起来 接法大概是这样 你们就不用接了 所以这个接法就不重要 因为这个温湿度的感受器 直接接到我们这个板子上面 那这就是写程式的结果 比较完整的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们会检查 这个状态是不是OK 是OK的时候呢 我们才印出这个温度跟湿度 那如果检查CHECKSHOT ARROW 的话就会打CHECKSHOT ARROW 如果检查这个TOM OUT的话 就回答TOM OUT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简单的这个程式 应该在这个地方 前面是读取 我们以前就读取 然后就直接印了 那读取 你就知道说它的状态 可以知道什么状态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来电话一下 就是 这边就是根本没有侦测 那个动作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控制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如果者 把它拿过来 那我们说 如果读出来的状态 要比较嘛 对不对 所以读出来的状态 你看像这个东西乱掉 我们就要按这个 按这个 然后接着按这个 好 那我们再把它拉一次 就是 如果 如果 它是 如果 它是 这个 Status 是OK 在 看自己这边 有这个 如果状态 是 确定 那就是一个 那我们再 复制 然后再 复制 那这样就 有三个了 所以首先 我们就说 如果说它是 良色是成功的 然后这个成功 当然就直接列印 直接列印 直接列印这个 就是直接就出现在 所以如果是成功的话 就是把温度跟四度子 印出来 然后 否则 就含在一个如果 如果 就如果折这样 虽然如果说是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它是 不是确定 应该是 这个 checksum error 那如果 checksum error 这边当然就 printchecksum error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就没有 没有意义 把它拿掉 这个 这个 就是 比如说是有错 error 然后呢 就是讲 checksum error 这个就是 比如说是有错 checksum error 好 那否则 就这样最后一个 最后一种 所以最后一种 就是指引 不是 chcksum error 的话 那 还有什么 error 就是tumb out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就比较完整 所以 你先做看看 那怎么测tumb out 就是 你把那个 那个 连接的 那个什么 jumper 拿掉 我们第七根 是jumper 对不对 第七根jumper 那我们的灵机 就没有跟 我们的 这个 物质座感的技能 是借在一起 那么就可以测出 他好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测出他好 好 那你坐一下 对 坐一下 要休息也可以 快点 好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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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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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